今晚又煮这个盛鱼蜜脂 上一天就煮了一些韭菜花 煮了一半 一扎煮了一半 今天就剩下一半 午餐肉呢 剩下一半 不知怎样的 又不是切 又不是什么 炒上去 切粒 然后炒在一起 我觉得会挺好吃的 加蒜头 首先是处理了一些韭菜花 头头尾尾就切了去 洗洗它 接着就切粒粒 切条也可以 没什么技巧 接着呢 这罐这样的三尖八角呢 就 拿出来 是 终止切到小小粒 蒜头 喜欢呢 最可以加多些其他的 譬如洋葱 红萝卜 什么都可以的 不过我自在清了些剩余物脂而已 煮得 烧热少少油 蒜蓉先 先煮一下 五餐肉呢 就鲜又可以 不鲜又可以 因为它香不香 都是差不多的了 因为有蒜蓉呢 火呢 就不要那么大 差不多了 再加一点 加什么调味呢 就好在乎于你一罐午餐肉是什么味 这罐午餐肉呢 我就觉得偏咸 所以呢 盐就一定 不用加那么多 加少少 糖 又加少少 如果盐和糖都不加呢 你加这个 鸡粉就可以了 炒到什么时候呢 就应该很快 因为它小粒 试一试它的汁底 对不对 OK 好 真是盛鱼蜜脂 这么小的碟呢 都装不满 对的了 因为有其他菜 虽然是盛鱼蜜脂 不过都 有很多菜 有鸡也有其他菜 良餐试一下 这些午餐肉韭菜 挺好吃的 刚刚好 又不熟过头 好吃 好吃 那次吃了半盏 这次吃了一盏 那次炒得很长 这肉 切粒 这次 很好吃 我自己也试一下 这些菜也是一定好吃的 因为简单 因为很简单 適合我们老人家吃 这些是整天给我们老人家吃 这些是整天给我们老人家吃 適合 五餐肉 一餐做这一盏 猪肉也可以 一样的好吃 酥肉也可以 这些碎肉也可以 味道挺好 够脆 以前有些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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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三直 正 有些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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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 鸡 腌鸡 鸡 送飯才適合, 就這樣吃差點 沒事了